花了10美金 吃了一顿早餐 然后就想在这里多休息一会儿 才休息一会儿他家老板来碾人的 说不给做 吃完马上就让我滚蛋 现在我们入境塔三尼亚了 还是要查这个疫苗证明 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接种三针的疫苗证明 确实我们国家都非常的麻烦 塔三尼亚这个国家它是拨地签的 拨地签的话它可以办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像我是打算搬三个月的 是50美金 三个月 没想到 到了塔三尼亚那个出境会这么顺利 我都没想到 因为我觉得在非洲国家的话 反正是它小动作很多 就是想办法你搞点钱 但是没想到塔三尼亚还挺不赖的 过安检 海关 都没遇到任何麻烦 都是非常便利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可能出去以后 因为像是半夜三点半 黑车很多 听有朋友说 就是在塔三尼亚 就是出门以后就打黑车就被抢劫了 东西全部被抢走 所以我在机场犹豫了一会儿才去到机场 然后刚才那个工作人员和我说 附近有买咖啡的 有商店 可以过去等 等到天亮再打车 一个游客都没有 就有一些它这个当地的工作人员 他也没有正规的这个出租车 他们这里很多就跟着你 说是要送你带你去这里 带你去那里的就很热情 让你产生很热情的假象 老铁门如果以后到塔三尼亚 或者非洲大陆的很多国家 这种很热情的小哥哥 来说给你带你去这带你去那 千万不要让他带 不然的话你至少几百美金就没了 人家可不是很要什么几块钱的消费的 人家就是几百美金 你们在机场门口 再睡一宿 等到天亮 你知道他这里有什么机场的工作人员 那个大哥挺好的 所以在这里休息的话就比较放心 半夜三更的话真的不要去打车 危险 安全第一出门在外 安全第一 现在已经凹到了天亮了 现在天亮是六点半 走出大街了 去前面看一下有没有公交车什么的 然后问了一个当地人 当地人说那种骑摩托车的也可以坐 如果遇到有突突车也可以坐 这个公交车来了 我要去的地方是叫石头城 然后就坐 哎呀 哎呀 差点跌倒了 我保护了 啊 啊 哇 伏死我了 要压倒一下脚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 坦三尼亚的这个公交车了啊 这个是他们的收银员 两天两夜没睡觉了 从毛鲤修车就能到坦三尼亚 真的太辛苦了 现在进入坦三尼亚的这个城市了啊 石头城 很古老的 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老房子 还有他的铺铺车 他这些房子都特别旧 然后这些是他学生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定的酒店 因为时间太早了 来找那个酒店住的地方找不到 给大家看一下他这边加加户户啊 都是上了几把大锁 然后这里锁死 每一道门啊很夸张 都是上了五六把大锁 看来这边的这个网上盗贼 应该是挺猖狂的 他这个锁死就算了门口 还有一道这种大铁门 哎 反护着啊 哎 有一点愤怒啊 但是想想算了 刚才我不是找我的这个住的地方 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周心了一家这个餐厅 然后吃早餐肚子饿了 花了十美金啊 吃了一顿早餐 然后就想在这里多休息一会儿 才休息一会儿他家老板来撵人了 说不给做 吃完马上就让我滚蛋 如果要继续在这里做的话 给他多付四十美金 真的是太器人了 有点欺负人啊 这家餐厅 大家看一下 环境还不错 就是有点欺负人 特别是欺负我们亚洲面孔的 因为我在这里不走是因为我等一个朋友 你看我这个朋友的包还放在这里 他出去找那个住的地方 然后他找到以后回来告诉我 然后结果老板连坐都不让我坐 直接就感觉是我影响他生意了 我看着那么像扫把星吗 还是看着我太穷了啊 现在 胡子拉擦的 两三天没有睡觉了 赶着飞机过来 人可能看着比较落魄一点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餐厅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老板人特别不好 大家肯定会说 哎呀老周你又给我们中国人丢脸啊 哎呀我也没有办法 他那里住宿是四十美金啊 吃饭是十美金 然后还有什么服务费二十美金 开空调费二十美金啊 大概一百美金左右 本来我真的想掏出一百美金来砸在他的脸上啊 给我们中国人丢脸 但是老周的包里没有一百美金 哎 连一百美金都没有 太气人了 哎 对不住各位 好了现在走到这找到老周的住处了啊 就是这样一个小沙发 差不多人民币七十块钱 太累了我困得不行 我先睡上一觉了啊 哎呀为了省钱 沙发也住啊 卫生间没有公用的 卫生间要出去用 然后我被这个老板撵出来以后 我居然还鬼使成差的 把他家的面包没吃完的打包了啊 准备把这个面包中午吃 中午就可以省一顿饭了啊 哎虽然被撵出来了啊 谁让人现在没有钱 等有钱了以后 我直接去他家住上一个月 我用钱甩他的脸 这个是我们的房东小哥啊 睡了一个觉 然后他带我去办那个电话卡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石头城的街头 很多当地人在卖这些旁边的特产 哇我的妈呀 好大的牛油果 黑咧 有我的脸大了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牛油果 那小哥已经带我到了这个买电话卡的地方了 这个就在街头上 就在这里坐着 然后他从包里边拿这个卡出来就行了 你看这个小哥现在给我上卡 哇他这边的卡老贵了 我买了一个4GB的 就4GB的 人民币要100块钱啊 总算是安东好了兄弟们 卡也办好了 住的地方也暂时有找落了啊 我去洗个澡睡一觉再说 cowboy 发生了喜好 拍张 准备了 你看